繼續到我們WAVE那課Revision的第五集了 我們看看這個問題就是 當一個物件放在一個焦點位置的時候 一個凸透的 它會形成一個放低的形象 這個其實在我看到坊間有些書 甚至是補習遍忘的書 它就會說是一個放低的形象 所以我出了一題 問題就是你可以嘗試自己畫一次的形象 你畫到一個是平衡光線 穿過Focus出 第二條線就是穿過Optical Center出 你畫出來的時候 畫得準過 就發現它會形成 這兩條光線是平衡出來的 如果這條和這條光線是平衡出來的話 它就會形成不了Image 所以在這個Case是Exact是形成不了Image的 它是不會有一個Image 更加說不上就是一個放大的Image 那第二條 32條 32體了 那如果一個在水底下 你畫一條魚 你畫一條魚 然後你畫一條魚 那隻魚的影像是真實還是虛像 那一種就是一個 你畫一條魚 你畫一條魚的影像 其實是會比那條魚的位置高一點的 而且這個影像是一個虛像來的 即是Virtual Image來的 那你畫的時候呢 通常呢 你不可以很準確地預計到一隻魚的位置 大概你知道是向上一點點的 那你畫的時候呢 就是 你的眼睛不是哥斯拉 是不會發光的 那些光線一定是進眼睛的 它在這個位置大概一條光線 入到這隻眼 這條是直線來的 虛線的部分都可以把直線的部分延長 然後你想想這條光線怎麼來 這條光線就是 水底那條魚射的光線過來 然後經過水面 由水去空影的時候 轉身折射 而入到這隻眼 那大概的光線就是這樣畫的 那當然啦 你可以畫一條魚尾的 那我只畫到 魚頭就可以了 那33題了 就是如果因為那個魚眼效應 就會導致外面有些物件看不到 這個是不會的 魚眼效應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這個人是水底 上急人裙底 OK 那就算那個人的裙底在什麼位置 其實你也會看到的 為什麼呢 就是首先去一個範圍的光線 如果這個角度是一個C 那在這個範圍之內的光線 都是來自外面的 而外面的光線 我先畫一條黑色 那最斜的那一條 就差不多就是平 跟水面水平的 入隻眼的 都是 然後沒有那麼斜的那一條 就是外面再斜一點 我大概畫一次給你看 那你發覺一件事就是 其實外面的所有物件 就是扭曲成一個圓圈 而你通過這個圓圈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所有物件 只不過大部分所有物件 都是縮小了 而且是扭曲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魚眼效應 那如果你看著這些範圍 那其實你會看到那個 要是水底 或者你會看到一片黑色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水底不會發光的 或者它很少會反射到很多光線出來 那所以通常你會看到這些 就比較暗一點的位置 除非你日頭的時候 日頭的時候就會看到一些很光的 都會看到閃亮亮 因為有太陽 那下一題是34 Mirage就是海洩神流 發生的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折射的問題 海洩神流 你就知道是 通常在沙漠的地方出現 那沙漠的地方 它出現的原因就是 那個 沙面的溫度就比較高一點 那導致呢 就是那個空氣的溫度呢 是由這裡大 然後變小 那現在空氣 溫度這個大 溫度大的空氣 就是代表它稀疏一些 稀疏一些 稀疏一些 就是代表那個reflective index 摘射度比較小一點 如果摘射小一點 如果摘射小一點的話 就導致了一條光線 如果一個環在那裡 你的人在那裡 你就有了一條光線 就是彎曲入到這隻眼的 而你這隻眼 你不會追蹤那條光線的來源 你只會把入隻眼的那條光線 它是幾斜 你就會把它延長去 就是你覺得呢 就有一塊 雲就是在地面 而那塊雲呢 在地面過就好像一個海 或者一灘水一樣 那這種現象 是不是完全是折射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傳來反射 因為它做不到傳來反射的話 那條光線它不會屈曲 在最低點的位置 就發生傳來反射 傳來反射就令到 那條光線屈曲入到這隻眼 你才可以 跟著一條彎的軌跡的光線 你才看到一個雲在那裡 所以最重要的是 這個應該是傳來反射 不是折射的 OK 35體 又要問這類型的問題 就是 Rainbow 彩虹 是因為什麼呢 是折射還是傳來反射呢 其實它主要原因就是折射 它折射通常是折射兩次 我說三次 那視乎 你走出來的樣子 就是 紅色在下面 還是紅色在上面 那通常你看到彩虹 如果 在一個空曠的位置 如果 你夠幸運的話 你可以看到兩條 一條是光一點 一條是暗一點 那一條就是三次傳來反射 一條就是兩次傳來反射 那這個就是傳來反射 那這個就是傳來反射 紅橙黃藍電子 哪一條在上面 紅色在上面 紫色在下面 紫色在下面 把白色光才會分成了紅橙黃藍電子 那所以這個statement是錯的 是不同的 所以折射率呢 除了要看那個medium 也要看那隻em wave 那個frequency 是多少 才可以決定到 它的折射率 不同frequency 的em wave 在同一個介質 是有不同的折射率 第37 Diffused Reflection 慢反射 慢反射 慢反射和一個 上一個就叫Regular Reflection 兩隻的不同之處就是一個 本身的面是平還是粗糙面 如果平的面呢 就平衡光線進來 就平衡光線出去 如果粗糙的面 就平衡光線進來 就是不是平衡光線出來的 分別就在這裏 但是兩隻之間呢 都是遵守反射定律的 如果不是 那你自己想一下 你在慢反射 Diffused Reflection 裡面 你怎麼畫那些光線走出來 你都是根據反射定律的 只不過它那個扁 它那個扁 那個扁的 Tangent線 不是parallel 所以導致了 那個normal 不是parallel 那你入射的角是不同 就算你平衡光線進去 你入射的角不同 那你反射的角不同 那你走出來那兩條光線 當然呢 它不會是平衡 三十八 用一個 例如復生部 紅色的光線 由空氣去玻璃 去顏色會改變 那這個問題就在於 顏色呢 其實我們是用肉眼去看的 是我們肉眼去判斷顏色 肉眼是怎樣判斷顏色 要看Furrence 那個頻率 那如果由空氣去玻璃 這個過程之中就叫做折射 折射過 那個Furrence變不變 是不變的 如果Furrence不變過 顏色是不會改變的 顏色只是depends on Furrence 即是代表 其實你再想清楚 你有折射反射 妖射光線 這四個過程之中 其實那個光線那個顏色 不是 光線那個頻率 Furrence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 Source走出來的光線 無論經過什麼現象都好 那個 顏色 都是不會改變的 變呢 就變那個WaveLine 波長 和波速 第三個九題 這個是剛剛講過的 在Glass裡面 當然是From Air to Gas 紅色就會Band 比紫色更強 這個剛剛畫出來的時候 已經畫了給你看 紅色在上面 紫色在下面 這個Result 不單是由Air去Glass 由Glass去Air 都是這個效果的 都是紫色Band得更強 這個Result 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以前有一條會考題 它是反常的 藍色這個範圍是Glass 然後呢 我用紅色 紅色這個範圍是Air 光線進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光線進去之後 其實都是 紅色是Band 沒有紫色那麼強 所以紫色光線走出來的時候 也是Band的更強 當然它的方向是不同的 是向上的 然後紅色光線呢 就會Band得更小 所以無論我由Air去Glass 或者Glass去Air 去Band的程度 都是自適應一點的 那你就不用理會 由什麼去什麼 第四十題 這個是其實上次 有講過這個問題的 就是Emit和Reflect Emit和Reflect是不同的 Reflect的意思是代表 你本身的光線進來 你把這條光線反射 還有Emit 就是本身它無故 都可以放一條光線出來的 任何物件 就算黑色都好 它都會Emit光線 那種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Inferred Radiation 其他 Radiation 有沒有 或者其他 EM Wave 有沒有 都是有的 只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Inferred Radiation 是因為溫度問題 那這次就講到這麼多為止 那這一集就好像錄得充忙了一點 所以呢 應該講得快了一點點 那我們下一集呢 就是 又講多十條類似的問題 那就可以幫大家清一下concept 那下次再見 拜拜